恩典365 一年365天 天天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 每天我预备这样的信息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感恩 因为常常第一个得到祝福的是我自己 常常在这样的信息当中 我不只是传讲一个信息 我是领受 我觉得神通常先对我说话 我真的能够体会 如果只是传道人说了些什么 人的话有什么用呢 但是出于神的话 每一句都带着能力 我常常觉得很蒙福 因为要分享恩典365 我自己先听到上帝有话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的是 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同样我们都活在神的恩典当中 就好像拿米的两个媳妇 前两天我们和大家分享说 拿米有一个很棒爱的表现 因为爱有一个最大的力量 因为爱她能够不为自己想 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 替对方想 因为这样的爱成为一个 极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两个媳妇同样享受婆婆这样的爱 但是路德有一个不一样的回应 我们怎么样回应神呢 今天开始我要跟你分享 在路德记里面 我看到几个路德的榜样 第一个榜样就是他会回应爱 不只是享受爱 可以回应爱 许多人 许多人我在教会这二十几年 我看到很多人来到教会 因为经历神 哇 我生病了 我本来是嘴巴很硬 我从来不信我生病了 哇 后来 很多人来为我祷告 我真的好了 哇 我来教会 我的婚姻一塌糊涂 本来嘴巴很硬的 我绝不会信耶稣 但是婚姻搞得一塌糊涂 被逼得来到神的面前 哎 问题解决了 看到很多人在健康 在婚姻 在失业 在各样的难处里面 享受神的爱 经历神的爱 但是呢 有人从此就紧紧抓住神 一路跟随主的脚踪行 但是也有人在当下很感恩 慢慢的问题疏解了 又开始走自己的路 拿米的两个席 同样经历神的爱 但是这两个人 有不一样的回应 以至于他们的人生 也就不一样了 那个另外的那个媳妇 就没有了 你知道 二二八后来怎么样 不知道 可是路德因为懂得 回应上帝的爱 回应婆婆的爱 那个回应爱 使他继续走在 上帝的祝福当中 以至于他的一生 成为蒙福的人生 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第一章 你会看到 在耶稣的家谱里面 只有四个女人出现 而这个外邦的女人路德 竟然是其中之一 他的一生就不一样了 我相信 我们非常多的人 都曾经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经历神的爱 上帝在你最困难的时候 拉你一把 救你一把 托你一把 摸你一把 安慰你 医治你 鼓励你 挽回你 但是接下来 我们怎么回应神呢 在当下好快乐 然后呢 继续走自己的路 或是像路德一样 从此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在 这个耶和华神的爱里面 奉主的名祝福你 回应上帝的爱 一生跟随主的脚踪行 你会有一个 全然不一样的人生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谢谢你 当我们落在难处里的时候 我们都好渴望你的恩典和爱 但是求你给我们一个 更大的恩典 是让我们里面有一个 可以回应上帝爱的能力 让我们不只是享受爱 过了就算了 继续走自己人生的路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 是可以紧紧地抓住你 因着爱 继续跟随主的脚踪行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但愿今天恩典365 让你回想到很多 神在你身上的爱 而接下来做一个 意志的决定 你要怎么样 回应神的爱 跟随主的脚踪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